連續槍響嚇壞遛狗民眾 通勤車輛也緊急閃避 這起槍擊發生在 美國肯塔基州 路易維爾市中心銀行 當地週一早上8點半 員工才剛要上班 沒想到卻遇上槍手闖入 還瘋狂開槍 經歷生死 一瞬間銀行員工還驚魂未定 而且涉案的疑似就事前同事 因為不滿遭截固 才會大開殺戒 25歲搶手犯案後 遭警方擊斃 但已造成多人死傷 除了菜鳥遠景 頭部重彈 州長好友也罹難 州長感叹 63歲銀行副總裁離世 美國總統拜登也和州長聯繫 更聲明呼籲加強槍支安全管制 實際行蹤原因還有待調查 但美國頻傳槍擊案 光是今年類似案件 已經有146起再度掀起 用槍管制的討論 TVBS新聞 聽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